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我是张宁 今天是2019年8月5号 现在是下午5点钟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首先还是来关注人民币汇率 今天上午9点左右 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跌破7元关口 截至下午4点30分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7点0150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7点0818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9225 下调229个基点 对此央行表示 人民银行有经验 有信心 有能力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基本稳定 那么人民币的汇率破七 对于企业和居民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对此做出了回应 央行表示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外汇管理要坚持改革开放 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破七后这一政策取向不会变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 过去20多年 人民币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 升的时候多 贬的时候少 中国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资产在人民币上 受到最好的保护 其对外的购买力稳步攀升 这些均能从老百姓出国旅游 境外购物子女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对于企业 央行表示 不希望企业过多暴露在汇率风险中 支持企业购买汇率避险产品 规避汇率风险 同时也要看到 目前人民币汇率既可能贬值 也可能升值 双向浮动是常态 不仅是企业 即便更为专业的金融机构 也难以预测汇率的走势 因此央行建议 要专注于实体业务 不要将精力过多用在 判断或投机汇率趋势上 要树立风险中性的财务理念 续做外汇衍生品 应以锁定外汇成本 降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 实现主营业务盈利为目的 而不应以外汇衍生品交易 本身盈利为目的 从今天开始 中兴的一款5G手机正式开售 也是国内首款正式开售的5G手机 这标志着我国的消费者 从今天开始可以真正购买 使用到5G手机 那手机的售价是多少 会不会有更多的款式 消费者可以办理5G套餐吗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北京市一家手机卖场 记者见到了开售第一天 就赶来购买5G手机的 78岁的杨先生 他从2G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追随最新的通信技术 直到今天的5G时代到来 退休以后玩手机 开始玩搞摄影了 下载和上船的速度呢 从目前来讲 我觉得还是约束了我 5G手机吧 我是比较崇尚的 它的速度 价格可以 不到5000 差1块钱 这款中兴的5G手机 正式发售价为4999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 华为的第一款5G手机 也已经确定在本月中旬发售 国内其他手机厂商 也表示会在第三季度发售5G手机 记者在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官网查询到 截至今天 已经有9款5G数字移动电话机 获得了3C认证 包括华为 中兴 三星 等国内外手机品牌 商家告诉记者 目前用户买到手机后 就可以使用部分运营商 已经推出的5G体验服务 因为现在也有一个 8到9月份 有一个100G的一个上网流量 是一个体验流量 就直接可以拿来体验 也可以使用 中国联通的一些地方分公司 已于昨天推出5G网络商用体验方案 在8月9月 购买5G手机的用户 通过线上线下办理业务后 持5G手机 不换卡 不换号 即可提前体验到5G网络服务 通过咱们手机营厅 有一个5G的填包 截至到9月28号 每个月有100个G 100个G的话 就是5G的网速 都是免费征送的 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5G已经正式商用 但5G手机的全面普及 还需要一定时间 现在就打算 尝心换5G手机的消费者 可能需要考虑手机价格 5G信号覆盖等一系列问题 据了解 目前中兴和华为的5G手机价格均已公布 虽然两款国产5G手机售价 均比此前猜测的低了不少 但从定位上来讲 仍属高端机型 在初期整个产业链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 所以这个成本还是要增加不少 随着这个产业链成熟会逐渐下探到中低端的这个手机 那么我们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吧 大概能够下探到2000档以下 目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将5G网络铺设的重点区域 集中在省会 直辖市等40到50个左右的一二线城市 到明年5G基站会铺设到所有地基以上城市 因此对5G网络建设较快的一二线城市消费者来说 有望通过选购首批5G手机率先进入5G时代 但对于三四线城市用户来说 现在购机未必是理想的选择 那么普通消费者要想升级5G究竟该如何操作呢 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想使用5G其实不需要换号 但原则上需要办5G资费套餐 首届上海电竞周8月3号正式启动 所谓电子竞技运动就是利用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 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 在上海电竞周期间 多项全国电竞比赛在这里举行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在首届上海电竞周活动现场 电子竞技比赛吸引了许多玩家前来观战 于宾赫玩电竞已有三年时间 他告诉记者 电竞比赛对抗性比较强 考验团队精神 他觉得参与电竞很青春活力 今天特意来到比赛现场观看 中国的唯一支队伍拿到冠军 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电竞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的意义 所以我特别激动 之所以在上海举办电竞周活动 是因为上海在电竞领域 起步早 用户群体广 在许多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报告显示 2018年上海电子经济游戏市场收入 达到146.4亿元 有接近半数的知名俱乐部 在上海落地 为促进电子经济发展 近日上海出台促进电子经济产业 健康发展20条意见 力争3-5年内全面建成全球电竞之都 我们现在出台的上海所谓的电竞20条 它其实是一个指引性的 包括规定了我们在上海未来 在电竞的哪些领域 是我们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包括原创的一些IP的一些建设 包括头部俱乐部的一些建设 包括我们要引入世界最顶级的电竞赛事 每年在上海呈现的这样一个方式 去年国内热门电竞赛事超过了500项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潜力的电子经济市场 由于行业发展迅猛 电竞人才缺口严重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目前我国大约有几万名电子经济职业选手 活跃在各种中小规模电子经济赛事的赛场上 用户和市场规模正在快速增长 用户规模超过5亿 市场规模超过千亿 2019年上半年市场实际销售收入513.2亿 增长率22.8 人才电竞从业者超过44万 薪资方面电竞从业者的月薪超过1.1万 2018年国内热门电竞赛事超过500项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最有潜力的电子经济市场 目前我国正在运营的电子经济战队韩俱乐部多达5000余家 电竞人才缺口严重 那么这当中的一个服务人才的缺口 经多方的数据统计来说 应该都是在50万到100万之间的这样一个数据 要把电子经济向更高的层次去发展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解决它当中的一些服务型人才的缺口问题 最近电子经济游戏堡垒之夜的首届世界杯也落下帷幕 来自美国的16岁选手凯尔吉尔斯多夫 获得决赛个人冠军 赢得300万美元奖金 但是与此同时游戏成瘾问题也值得关注 凯尔吉尔斯多夫正式成为了全球最优秀的堡垒之夜游戏玩家 这名16岁的玩家刚刚夺得首届堡垒之夜世界杯冠军 奖金高达300万美元 这场比赛有59000张门票被售出 决赛日有近1000万人在YouTube上观看比赛 这款游戏拥有超2.5亿玩家 年收入预计将近40亿美元 2019年全球电竞比赛总观看人数预计将增长15%至4.54亿 预期年收入将增长近30%超过10亿美元 这其中绝大部分将来自媒体转播权广告和赞助收入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 正式将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 英国于2018年6月开设了第一家公立的网络成瘾诊所 韩国已制定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 在午夜到早上6时之间玩网络游戏 在日本游戏公司给软件设置了时间提醒功能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 一项对分析师进行的调查显示 如果英国不达成协议退出欧盟 英镑将跌到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 而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比6个月前更大 据一项对13家银行的调查显示 目前英国有30%的可能 在10月份不签署脱欧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 这个概率是2月份类似调查的三倍多 而这样的结果将使英镑贬值9%以上 至1英镑兑换1.1美元左右 达到34年来最低水平 自英国推迟了原定的3月底脱欧截止日期以来 英镑兑美元汇率已下跌近7% 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之前表示 英镑汇率的变化是减震功能的一部分 英国央行干预汇市的可能性极低 英国首相约翰逊上周向欧盟发出最后通牒 称除非欧盟领导人改变立场 否则他不会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 尽管议会中只有少数人支持 不达成协议的英国退欧 议员们也曾表示 他们将试图阻止约翰逊追求这一结果 但策略师们认为存在发生意外的风险 中国财经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财经资讯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及周边区域 4号遭遇大规模停电 据估计超过3000万人受影响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发表声明说 当地时间4号上午11点50分 电力传输系统突然中断 自东向西电力输送失败 导致中爪哇省与爪哇岛西部地区的电厂瘫痪 大规模停电导致雅加达及周边城市 部分交通信号灯失灵 拥堵严重 电车停运 乘客滞留 停电还导致移动通信网络部分中断 据了解2022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重点基础配套设施 明远机场改 遗ật 防疫 保管 处理 早 前 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